東鐵線一列沒有再客跌車 早早在火炭站附近故障 南行列車服務受影響大約三個小時後 現在回復正常 事發早大約11點半 接事的韓國製九卡列車 停在火炭站進入南行月台的路軌 由工程人員爬上車頂維修 部分同款列車在今年2月 轉用新訊號系統後投入服務 陸續取代舊款列車 這架列車當時正在測試,沒有再客 但事件就令到上水往紅磡方向的列車 要改經馬場站 不能夠進入火炭站上落客 列車大約三個小時後 獲安排洗走 服務下就2點40分,回復正常